家将的镇头在台湾竟然120多年历史 光绪年间就有了给大家看一张珍贵的照片 这可是115年前当时白龙庵 就是我们讲的家将团的始祖 这个照片货真价实 你看看当时他们在这个我们讲的神明初旬 他们要扮演这个天兵神将护驾 为什么他们当时会在光绪年间 突然有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呢 是因为那时候有故事的 话说光绪1903年 也就是光绪年间的时候 在台南北府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清朝的 在台湾的国防部门就设在那 可是很奇怪 突然瘟疫在肆虐民间 这时候官兵其实想怎么办呢 他们就从对岸迎来了五福大帝 说让五福大帝的出巡 来保佑我们看能不能让瘟疫退散 那这时候就必须要有天兵神将来护驾 所以这时候白龙庵就让这些清朝的官兵们 一起组成了家将团 所以也神奇 官兵组家将团耶 没错 这有功夫的 当时毕竟瘟疫是大事啊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的虔诚 你知道这些家将都有很多的禁忌 话说在民国八十多年间 当时屏东的东龙公 很大耶 温武千岁要绕境了 那温武千岁当时要绕境了呢 他的护驾的圣将是谁 大刀赵将军 那我们晓得呢 这些家将他们当时在护驾 整个出巡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他大刀拿起就开始在耍了 耍一耍啊 没想到符令掉了 大刀上的符令掉了 隔壁有一个这个东龙公温服千岁的子弟 弟子看到了就想说 那我身上有温武千岁的符咒啊 就给他贴上去就好了 赶快贴上去啊 以免有险神威啊 就没想到一贴上去 大事不妙 话说那位扮演赵将军的那个大刀啊 那位那个人员啊 他的刀就停在那边就不动了 然后一脸惊恐 然后开始可以当 就说我的大刀呢 我的大刀呢 他拿着啊 他心里想说 哇本来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赵将军 是 怎么你去扮演他 你应该要扮演他威武一点 怎么突然你是不是有如惊弓之鳥 说我的大刀呢 我的大刀呢 结果旁边有一个党机 也立刻去党 你知道他喊什么吗 五只小弟乱贴福利 打到回府 现场啊 那是绕境第四天 真的就这个党机 这句话一抢完 所有人惊慌失措 打到回东楼宫 回到东楼宫要检讨啊 到底 那当初是出什么事 结果刚刚说那位党机 他还没有退架 他就继续去党 他就讲 我是义府王爷 刚刚你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禁忌 惠敏知道什么禁忌吗 你这个五只小弟 你身上的福令是温府王爷的福令 你怎么可以贴在赵大将军的大刀上呢 有本事你贴的是赵大将军的福令才行啊 乱贴福令 整个绕境的这个护驾出巡 竟然因此而中断 我们刚讲半野家将的其中的一个人员 他前一天竟然不顾禁忌 跟女朋友 就轻轻热热这样子 轻轻我我这样子 就隔天他也没讲 好啦那接下来 他隔天他就半野家将 他就开始护驾啦 护驾护到一半 就跟刚刚那个赵大将军一样 突然呢 他就愣在那 愣在那时候呢 他就整个人就像喷飞出去一样 离开了那个护驾的队伍 整个人就喷飞出去 喷飞出去之后 你知道隔壁旁边是什么东西吗 是一台车刚好快速的驶过 那你喷飞出去是在干嘛 你这样子让人家看了会觉得 哇你是一个家将 你是一个护驾的神兵神将 你竟然要去给车撞 难道这个出巡英王 这个是一个加码的戏马马 旁边的子弟当然知道 不妙啊 赶快一只手把他给抓回来 但把他抓回来之后 发现这个喷飞出去的这位家将 身上出现了一个很恐怖的痕迹 什么痕迹 他的背部的衣服上面 竟然有一个很大的脚印 这个脚印 现场大家比对一下 是你的吗 没有人有那么大的 谁的脚印这么大一个 根本不像人 原来他们就讲 你这位扮演家将的人 前一天不顾禁忌 与女孩子发生了一些亲密的行为 所以这个淫王的王爷 很不高兴 神明要处罚了 给你惩戒一下 一脚大脚踢出去 但是呢 似乎又赋予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让旁边的人把他拉回来 有教训就好 给他一时一时惩处一下 台北县有一个很富有的商人 他就往生 往生他家里的人很重风水 就请他先去找地 他就找了一块 已经截穴截在很高的位置 那个山路有人抖 那没关系 反正有钱一定能办得到 那后来呢 他又买了一幅很大的棺材 那个棺木是一个顶级的 好 那这个时候他镇头叫了一堆 因为以前的老一辈认为说 我要这个往生的时候 一定要有很多镇头 那就很多 不管什么镇头都叫 能叫的都叫 到了山上要抬上去的时候 那个原来那个西手米吹 那个吹那个西越的那个西手米 有一个乐手 他那个乐手呢 就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就击破 他跟那个台棺木的 就跟在那个 后面就跟他讲说 这很重的 你知道吗 那台棺木的人 最怕你讲这句话 你讲那个很重 他马上全部的人都没力 没力棺木 棺木就停在那个斜坡上面 然后呢 我那同名兄弟就当地理师嘛 他说 小年你黑乱说话 意思是说你去戴头 说不对 可是那个年轻人 有点耍酷 他也不理他 不理他过一阵子以后 那个家属呢 就去上了一个箱 就是说 阿爸你也走 结果没有走 是那个乐手呢 开始拿那个喇叭呢 就自己打头 打了以后呢 把喇叭手丢掉 然后自己 这个果嘴巴 然后冲去撞头去撞那个 弄棺头 棺木的那个头 他去撞那个棺木的头 然后就跪在那个地方 他开始翻白眼 然后后来我们那同名兄弟想说 我时间要够了呢 我去路上看时间 你还这样捕下去 就帮他把他处理 把他退家 我以前小时候看过最妙的 有一种阵头 现在已经没有了 丐帮 那个丐帮很奇怪 就是只要有出病 他们不知道消息从哪里来 他会带着一百多个人 就沿着你那个 要那个 那个上当部队 要经过的那个快靠近 那个坟墓的那个排成一排 在那边等你 他等你干嘛 干嘛 他等你布施啊 一百多个耶 一百多个 因为一般比较内行的 那个葬仪社会告诉你说 万一那个出现 我们要准备零钱 要就是让他就是 就是那布施的一种福报嘛 就会跟 可是呢 有的时候会忘记 那我们的那个 那个隔壁村的那个呢 他要出病 结果就碰到这个 忘记了 忘记那那些乞丐 你不给他东西 他可不是什么 那个 就是说大善人 他们下葬以后 全部的人 给他围在 就是那个 那个送葬人回去了 那个他给他围在 那个坟上面 给他诅咒说 你们待会儿还会死人 干嘛这样呢 乞丐嘛 我跟你要个 只是要个小钱 你不给我 那他当然他就 白跑了嘛 白跑了他就给人家诅咒 结果果真的 那个太太 在半年就往生了 我跟你讲 好的人 讲人家坏 不见得真的有坏能量 可是那种 已经穷到变乞丐 他诅咒你 你要小心了 你年前在淡水 看了一个 两百多团的 就是当机 当机团 就是在 在绕境 那不是每一个人当机 随时神就会附身 那可是 有难度 每一团的在附身 我这一团通通通没有 通通没有神机来附身 那怎么办 你还是要 还是要表演一下 那我其中 因为我一直追着这个团 追着这个队伍一直走 这一团很奇怪 这一团到了街头 有人的时候 就开始下来 就是跳一跳 等过了街头 那个十字路口 他又爬到车子上去坐 就跟着 就没跳了 那到了第二个路口 因为我这个一直跟着 那结果到第二个路口 就他们又开始下来 然后就开始那个 米酒喷 然后就有一个 有一个拿了那个 那个宝剑 往背里面 砍了 你知道吗 那个背脊里面 那个 那个被砍的 那个刀子很利 就裂开 那血喷出来 然后旁边的人 还是要撑住 就是 这不可能是讲故声吧 喷米酒 差不多 起当都这样 要紧一会 也不知道 就是说他扑得太大了 那接下来呢 就拿那个刺球给他 那个 那个钉球的那个 圆的那个 他一甩呢 甩在头上 钓在头上 有神明附体就不会这样是不是 怎么解释 一般有神明附体 他很奇怪 就是说 如果你是受伤 很快就会好了 因为我被附身过 我知道 就是说 那种 那种 就算流血 他一块 很快就消掉了 那这个铁头 刺到头了 如果你 刺到头 那还是会恢复啊 你看很多 尤其是东南亚 那个嘴巴都穿过去了 所以那个 真神附身 你 免疫力会 所以很强 很快就会好 那你看到这个铁头刺头呢 结果他纳不下来 那团里面知道 这是假戏党嘛 赶快送 赶快送医院 就是 所以有时候 所以眼神真 有时候 看到他刺着铁头去医院 有时候那个 那个 那个 先不要 先不要去搞这些